就是萬一川普當選的話 那對於美國的整體經濟來說 會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很多人很關注 是不是有所謂的川普概念股 對 那剛剛講到第一個 就是川普他當選總統 但是國會分治 這個就是除了利率以外 利率他可能還會繼續往上 那這樣的話 你最 這個時候就不能買美債 因為他可能就停止 停止降息 就開始繼續還是維持高利率 因為你所有的關稅進來的時候 一定會推動美國的國內的通膨 你這個時候怎麼有可能降息 那第四個是最有可能的 就是川普當選 而且國會也全部全拿 這事情大條 這個總統就變成完全沒有約束力了 所以第一個他會什麼 先解決俄烏戰爭 那如果烏克蘭戰爭解決以後 那石油他可能會稍微降下來 那時候除了債券不能買以外 美股會漲 美元會強 利率會漲 那這樣另外對臺灣來講 有關的重建概念股 那重建概念股就是已經很久很久 很久沒有漲的鋼鐵股 我想如果很多買臺灣的鋼鐵股 已經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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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鐵股會起來 那臺灣尤其像不鏽鋼 那一些重建的體材 還有重建體材是誰在賺的 散裝貨的 他也會起來 塑化也會起來 所以可能水泥也會起來 那你就回到所謂過去的一些傳產股 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 在押注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一題 押注這邊的機會會比較大 也就是說有關臺灣傳產股的 腦末的第二個成天 成天即將來到 所以有時候這個時候 真的要選對題 選錯的話 這真的 如果真的押不到 就說不如說風吹斷了算 財產了一碗 所以很嚴重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現在美國非常忙 他們國內要拚大選 那對於國際國外 就是在秀軍事肌肉 環太平洋軍演 當然各國也都在關注 那當然大家就會想像說 那有沒有是在建制中國呢 那現在軍行有沒有厲害的船艦 抵達了現場 我們先來看報導 環太平洋軍演 今天持續進行當中 當然今天的軍方 是並沒有給我們任何關定的行程 這次我們今天下午 還是要從政治方面的角度 帶你來分析一下 這次環太平洋軍演的面面觀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 環太平洋軍演 某種程度上面建制中國 但其實中國從2018年開始呢 就已經沒有加入到 環太平洋軍演裡頭 因此呢 最近這兩屆的環太平洋軍演 建制中國的這樣一個方向 到底有沒有升溫 我們來聽聽東西中心的研究員 怎麼說 我們一起來聽聽 不是只有幾個國家 但七個外國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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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阿階 我認為那些國家 外地區十分離 都在會受嚴重的 當然Danny Roy剛剛其實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也就是我們前面有跟觀眾朋友報告的這次參與的國家 當然它不是史上最多 但很多的歐洲國家為了要防堵在印太地區的一個局勢 因此在這回的環太平洋軍演 他們也是特地來到夏威夷 要來了解一下能夠怎麼樣跟其他國家在軍事方面有所合作 但是其實這個訪問的最後 Danny Roy也有話要跟台灣的觀眾朋友說 我們一起來聽一下 我希望下一個人拍台灣會被邀請 我也希望這次跟上次台灣有機會參加 好 當然你剛剛聽到Danny Roy說 他也很希望台灣在下一次能夠加入Ring Pack 當然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哪怕是加入當成觀察員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包括Ring Pack他們所想定的範圍 台灣的軍隊就可以藉此來做了解 這也因此我們也非常希望 在下一屆的環太平洋軍演當中 能夠有台灣的身影加入 那當然接下來這幾天還有更多的軍方行程 我跟我的事業精神需要尾 也會持續帶大家來關注實驗鏡頭 先交換台北 我們要歡迎軍事專家陳過敏 陳主任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歡迎陳主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鄧薇在第一線 為我們帶來最新的報導 那當然所有的觀眾朋友也很關注說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上面 還有沒有什麼厲害的船艦可以帶大家來開箱的 我們要問陳主任 我們讓大家看看 其實應該說這次的記者團 其實各家 各家民流各顯神通 那其實他們昨天 昨天應該是跑到所謂的密蘇里號戰艦博物館 那其實密蘇里號戰艦算是二次大戰 美國設計的最後一款實戰型的戰艦 那其實這個戰艦算是所謂的高速型的戰艦 換句話來講 他可以搭配航空母艦去跟隨之前二次大戰的時候 其實就有所謂航艦打擊群 去打擊日本 那其實這一艘的軍艦其實他主要是配備九門的這個十六寸的艦砲 那當然其實這個艦砲其實戰艦時代在這個航艦時代 基本上已經被淘汰了 但是無論如何 密蘇里號其實你可以想像說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時候 他不是停到日本做什麼 去接受日本的受想 所以其實基本上講他是一個民艦 那民艦的話其實各國代表 包含我國都會派遣代表去這個密蘇里號戰艦 跟日本的受想代表簽訂詳書 所以其實光是這艘密蘇里號 他本身就是要民艦 所以被保留下來 那其實在整個珍珠港地區 其實還有一艘歷史民艦叫亞利桑那號 那其實不管如何 就是說美國對這種所謂歷史民艦的保存 他們是相當用心的 你不要小看說這個密蘇里號戰艦停在旁邊 不是 他其實每大概三年或幾年 他都要拖回去碼頭訂保維修 對 維修 對 那其實他的應該說軍艦伯格的門票 其實每年都越來越貴 那其實說真的我記得沒錯 我現在已經快十幾塊美金 但是無論如何 其實你去參觀的時候 其實相當相當有趣 因為他裡面除了承展他的軍艦裡面內部城設之外 他也可以擺出說二次大戰的整個過程 然後海軍的戰術戰法 那其實他還有規劃說 你還可以住在上面 就是說你付比較多錢 就是我們類似住在動物園裡面 你可以住在戰艦上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這個這艘軍艦算是戰艦時代代代表 那當然那之後退役之後 其實美國在冷戰的時期 把他改裝成飛彈 巡弋飛彈的發射箭 但是無論如何 現在在所謂飛彈化的時代 還有無人機的時代 戰艦已經被淘汰了 但是無論如何 他是夏威夷珍珠港地區的把標 門牌就是說你所有的參觀的群眾都一定會去那邊 然後去亞利桑那戰艦紀念館 這兩個地方一定要去 就是非常有一個歷史性的意義 對 沒有錯 其實我們要來看說 雖然說這戰艦時代已經處於了 但是美國其實他會打造新一代的戰艦 那新一代戰艦可能不是艦砲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有之前有尼米茲航艦 那現代的話算是福特級航艦 那就是說現階段的航艦 已經取代二次大戰的戰艦地位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放眼目前來看 雖然說有些人會說 中國的軍艦 可能跟下水角一樣很快 但是就整個戰力來看 其實還是美國的軍艦 還有美國的海軍整體戰力是佔優的 他們是以航空母艦為中心 那其實也不只是台灣的媒體很關注 其實國外的媒體 包括東南亞的這些各國 大家也很關心 原因就是因為先前美飛也有軍演 那可能對中國來說 恐怕就有點跳腳了 覺得這個就真的是針對他們 我們問一下張教授 最近東亞的戰略焦點 除了台灣海峽之外 最熱的是菲律賓 因為中國最近跟菲律賓關係很差 這個中國的海警船 在海上跟菲律賓的海警船 這個現在是冤家入宅 常常在一起相互的這個噴水 甚至有一些這種 雙方海巡人員的肢體接觸 這一點讓美國非常的緊張 因為做軍事實力來講 當然中國是強於菲律賓 所以美國現在不只是在外交上 重申對菲律賓是有同盟條約 任何國家感動菲律賓 對不起 先過我們美國這一關 然後美國也不是空口說白話 他現在在菲律賓重新恢復了 在過去的聯合戰備中心 因為在過去美國在菲律賓是有駐軍的 他有蘇比克灣海軍基地 有克拉克空軍基地 還有很多相關的軍事設施 後來在1998年 因為一方面菲律賓的國內政治因素 另外一方面菲律賓火山爆發 克拉克空軍基地被火山灰 嚴重的影響 所以美國就逐漸撤出 在加拿那時候冷戰的相對緩和 可是現在不行 中國出來了 所以美國現在跟菲律賓 重新恢復了基地 美軍重新回來了 我想這個對於菲律賓的安全 甚至對於台灣的安全 都有非常大的對中國的警示作用 那當然大家好好奇的 就是有哪一些厲害的船艦 以及運輸機在這一次亮相了呢 其中包括了E2D的旋翼機 據說具備空中的加油能力 其實對於美國的海軍作戰來說 任務跟運用上面 其實都更加彈性了 這個我們就要問一下專家 我們的陳主任 我們要照相來看 其實大家都會以為說環太平衡 好像就是美國海軍 跟其他國家海軍艦艇來參與 那想當然了 他一定會有很多的艦載機 來參加演習 那譬如說像這個 襲擊上所謂的E2D預警機 那當然這個是所謂的艦載機 那艦載機其實他從航艦上提交 擔任預警任務 那其實呢 整個的美國的航艦戰鬥群 他們包含比如說F-18這種攻擊機 還有部分的航艦 他們已經開始配備F-345這個戰機 所以其實這個是艦載機的部分 大家都以為說只有美國海軍參與嗎 其實並不進來 我必須說就是說環太平衡野行 他絕對不只是海軍的野行 他還包括很多的艦艇 很多的飛機 那譬如說這個是所謂的AC-130這個運輸機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 這是特戰部罪在使用 那其實呢 記者群其實他們會去蹲跑道 蹲跑道看到說 怎麼會有一些騎騎過快的飛機 從譬如說美國的西肯機場起降 那其實我們看到說 這個只是其中一部分 特戰的飛機來了 當然也看到說陸軍的或是空軍的 他們所所吸腰山洞運輸機 還有其實這邊是打錯 這邊是其實叫所謂C-17 運輸機 那C-17運輸機 其實都是美國空軍 那各位觀眾會覺得很奇怪說 你不是環太平衡演習嗎 怎麼會跑來空軍的飛機 跑來陸軍的飛機 甚至還有陸戰隊的飛機 甚至還包含 比如說海岸防護隊的船艦 那其實我們必須說 每一場美國的環太平衡演習 每兩年一次 或是說他的大型演習 其實他都是搭配美國五個軍種 哪五個軍種 陸海空參軍 陸戰隊 還有海岸防護隊 他們是結合在一起 做什麼一起 大家我們叫打群架 打群架就是說 不只是美國海軍種 他包含美國的五個軍種 然後其實美國 就是每兩年 把周遭環太平衡國家 現在更誇張 現在是連不是環太平衡地區的國家 通通找來 比如說德國的 還有一些歐洲國家的軍隊 都跑來 就是說大家跑來這邊做什麼 就是做一場演習 這是名稱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說演習完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劍指中國 那說歐洲國家其實跟中國 其實沒有太多的太平衡利益 你怎麼會跑來參與美國的印太戰略 然後演習 然後演習給中國看 那其實我們要這樣子來說 其實美國在新政權上台之後 他其實跟川普不一樣 川普基本上是單打獨鬥 那拜登上來不一樣 那拜登上來之後 他會打群架 打群架講白一點 就拉幫結派 拉攏這些所謂外交的盟國 一起來參與這個對中國的演習 那我們再講白一點 你們這些歐洲國家 都是北約的盟國 那你北約你管好烏克蘭就好 你怎麼跑來太平衡 但是這個不管 這個我們等一下交給老師去分析 這個我們要其實說 整個北約的國家都跑來 整個太平衡地區做演習 那其實最重要的一點 我這邊必須講一次 但其實美國這次要打算做什麼 就是在所謂的集成演習 要把這艘所謂的突擊艦 給他集成掉 集成掉 其實這個叫所謂塔瓦拉級的首艘 叫塔瓦拉號 那其實塔瓦拉戰役 其實在一九四三年 美國陸戰隊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地方 遭受很大的犧牲 所以其實美國第一艘 這個突擊艦 用這個塔拉瓦來做一個命名 那這個塔拉瓦突擊艦 大概是四萬到五萬噸 那這四萬噸 五萬噸 其實美國每一次的叫SyncSize 這集成演習 通常會把這個沒有動力的靶劍 拖到海中上去 然後做什麼 先用 先用 比如說空軍的飛彈 炸彈 然後反艦 海軍的反艦飛彈 去攻擊他 那其實軍艦他都有福利 然後他們還有所謂的水密艦 所以其實你用一枚飛彈 或幾枚炸彈 其實炸不成他 那其實因為靶劍很寶貴 所以其實美國或其他國家都一樣 說會把這種靶劍留到最後做什麼 給潛艦的重型魚雷來集成 那其實因為重型魚雷 他的裝要量比較大 所以通常一枚或兩枚 就可以把他集成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是演習的最高潮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一艘那麼大的軍艦 突然被一枚或兩枚魚雷命中 然後命中之後 他就攔腰折斷 那透過美國的官媒 其實他們都有 不管是美國海軍時報道 或說相關的網站 他們都報導說 原來這艘四萬到五萬噸的軍艦 他可以被一枚或兩枚魚雷擊成 那我們換過頭來講 中國好像有類似的軍艦 好像有 沒有錯 譬如說這個零七五 或說所謂的其他的大型登陸艦 甚至山東號跟遼寧號航艦 他們六萬噸到七萬噸排水量 一枚魚雷不夠 兩枚 兩枚不夠 三枚 所以其實整個的環太平洋 他們就是說用這場演習 來跟中國講說 暫時我就會用各式各樣的 反艦飛彈 魚雷 然後甚至美軍的戰力不夠 對不對 我就協調盟軍的戰力 來做什麼 通通把這種所謂的反艦飛彈 魚雷通通往你的大型艦艇 身上砸 讓你不敢越台海的雷池一步 這個是美國環太平洋演習 SyncSize演習的用意 不過呢 在要約哪一些國家來軍演 其實這當中也是有一些Mega 今年這個演軍演就有一點點尷尬 有一些人不是很開心 因為約了以色列 但我們都知道以哈戰爭還在持續 所以是不是其實阿拉伯國家 對於這個事情其實是有一點不滿的 我們想問一下洪大哥 是的 這個我們知道這個因為以阿之間的這個衝突 那很多阿拉伯國家站在哈馬斯的這一邊 所以對以色列有所抵制 但是這一次以色列參加了這一次的這個軍演 這個軍演使得說譬如亞洲的印尼還有馬來西亞就表示出這個不願意跟以色列共同演習的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種表現 不過呢 因為演習就是一種軍力的展示 所以軍力的展示 當然你要考量到這個軍力之間的這個差距 那麼以整個軍演來講就算印尼或者馬來西亞沒有參加 而有以色列的參加 那麼在整體的軍力展現上可能不會輸給他們兩個國家也參加這樣的狀況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哪裡 更重要的 剛才也提到這一次演習 重點的戲碼是在什麼 集成 表面上是集成一個四萬多噸的船 給誰看 當然是給中國看 這個船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的船下餃子下再多 頂多頂多 也不過這麼大 你以為你的餃子 我就沒有吃餃子老虎嗎 所以美國所展現的吃餃子老虎 你不要唱手以為說你有一下三百多艘 沒有用啊 為什麼沒有用啊 二戰的時候 日本有兩艘 戰略艦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 一個 大核號 一個武藏號 那個才真的大的 結果 這兩艘軍艦的下場是什麼 被美國的飛機給炸沉了 對不對 他幾乎根本 都沒有什麼戰鬥表現 結果就被炸沉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你的海軍再怎麼厲害 第一個 如果你沒有空優的話 你這個海軍 只不過是浮在鍋上的一堆的餃子 隨便人家怎麼撈 更何況 還有水面下的攻擊 現在的水面下的這個佔據 美國已經在發展 那種轟浮式的 那種無人的潛艦 這種的 對於中國的海上的 這些海面的戰力來講 是非常的有致命性的 更不幸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兩天在烏克蘭發生的 號稱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防空武器S500 破功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軍演 似乎外交上面層面的意義 似乎更大於這個秀肌肉 我要討論到環太平洋軍演 中國都在秀他們的軍事肌肉 不過在全球有一個國家 你永遠猜不到 他下一步要幹嘛 北韓他又有事了 他說什麼呢 說要加入俄武戰爭 真的會這麼做嗎 張教授 有的 因為在俄羅斯打烏克蘭的時候 他就積極的尋求世界各國的資源 那北韓因為他發展核武 遭到聯合國的制裁 所以對外相對比較鼓勵 那俄羅斯就是提供北韓能源 糧食還有重要的這個金屬 換取北韓出動這個人力 協助俄羅斯補充他的後勤的需要 那現在俄羅斯這個仗打了一段時間了 他逐漸的在兵力的傷亡 後勤的補充上碰到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看到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最近跑去北韓訪問 很客氣他還幫金正恩開車 金正恩也幫他開車 兩個人罵己得不得了 為什麼因為普京這次去 就是跟金正恩續約 續了什麼約呢 就是你爸爸還有你祖父 當年跟我們蘇聯俄羅斯 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 這個友好同盟條約 就是雙方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 可以相互支援的一個條約 所以北韓現在 應該是已經準備好 派兵援助俄羅斯 這個派兵援助俄羅斯 是簽什麼生死狀 意思就是 北韓的軍隊呢 到了這個俄乌戰爭的前線 如果有所傷亡 有所犧牲 這個俄羅斯是不管的 那俄羅斯當然會給予一定的 這個薪水 給予一定的撫恤 對北韓來講 這是經濟上來講 是一種很大的挹注 而且還有糧食 還有能源 可以讓他更加不具於 聯合國的封鎖 又對俄羅斯提供幫助 那對普京來講呢 如果繼續動員國內的年輕人去參戰 這個呢 對俄羅斯 他的所屬的政治團體 他的政黨 還有國會的選舉 會有影響 會讓人家更加反對他 所以呢 請這個外國用兵來打 這個就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據我的了解 在這個俄羅斯戰爭的前線 已經有世界各國的用兵 出現在俄羅斯這邊 算是一種商業交換 對 商業交換 有阿富汗的人 有中亞的人 老實說 在俄羅斯的這個薪水 在俄羅斯的這個經濟的這個 誘因之下 到了這個前線 幫俄羅斯填補這個戰爭的傷亡 這個是非常有 有這個具體的證據 再加上北韓以前 在越戰 中東戰爭 其實他也有多出過人 他也認為 一方面 得到俄羅斯的經濟的這個補償 支援 對他經濟有利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吸取現代戰爭的經驗 這個對他的國防 他認為也是利大於弊 所以呢 基於政治 經濟 軍事的因素 將來的在這個烏俄戰爭 出現這個黃種人 這個我相信 應該是可以看得到 就有可能是來自北韓 不過對於這些第一線 被派出去的這些北韓阿兵哥 他們心裡頭的滋味 那就真的很難說了啦 但是也不只是北韓有動作 最近中共解放軍就被發現 他們在新疆沙漠 有部署了一個模擬的空軍基地 那是以誰為目標呢 非常清楚 就是以周遭附近的美軍基地為目標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講呢 各位你有注意到最近的新聞嗎 包括美國在這個夏威夷 都特別在試射 這個叫遠程高超音速的武器 那他可以飛多遠呢 二七七五公里 大家都認為說飛到這個北京剛好 飛到其他地方都剛剛好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有所謂的東風二十六飛彈 他可以飛四千公里 然後東風十七號飛彈是兩千公里 根據這個保加利亞軍事網 他們拍攝到的一個畫面裡面 可以看到在哪裡呢 在新疆塔克拉馬干沙漠 這個名字很長 我們大概只有 刻板以前有學過 對 有學過 然後裡面既然有靶場 那靶場的飛機大概就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這最近有看到我們HOT五千秒 應該都知道說 他們以這個F-35為一個主力戰機 所以他們就模擬了F-26跟F-35 你看在這裡儀式把他當成把來射 所以各位去想一下 美國在最近部署對中國的F-22的機場 在沃克拉瓦的這個加售納空軍基地 離他們是非常的近 大概差不多一千公里左右 離他們東部戰區 也就是南京差不多一千公里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們完全在東風的範圍之內 可是我美國刻意反制 所以在下位才要試射 但是可以看到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在新疆的模擬跑道 從命中的痕跡 你看都有類似所謂命中的痕跡 你看火電機沒去就知道 那就是命中的 他們就會一直在試射 除此之外 他們還佈局了什麼 根據美國的這個網媒透露出來一個訊息 在沙漠裡面竟然有福特號 這不是號稱美國最強的航空母艦 對啊 好 那我們福建號準備要下水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福特號當為靶 完全被摧毀 意思說你看我中國的軍力有多強 就有多強能把福特號摧毀 看你敢不敢再給我藍巡到南海 所以從此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當環太平洋的軍演二十九國在上場的時候 其實除了北韓擔心之外 中國更擔心了 所以我認為這些衛星照片是有效率的公布讓你知道說 你們在軍演我就把你們當把打來展示我中國的雄威 感覺上各國是疊對疊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北韓 他們可能跟俄羅斯擴大合作 南韓現在是不是也很緊張 對不對 怎麼忍 我問一下 黃大哥 當然南韓也是那種非常極端的個性 所以現在南韓第一個在南北韓的交界處進行火炮試射 意思就是說你北韓看著辦 當然南韓的這些動作 事實上另外一方面他就直接的宣布說 南韓把他的一些的很厲害的一些武器 他直接的賣給烏克蘭 這個也是對俄羅斯的一種對他的抗議 當然另外一方面南韓也加緊了 他在南北韓之間的這些的軍事活動 也是要在牽制北韓的派軍 因為如果說北韓派的軍力足夠的話 坦白講對於俄羅斯的戰場 對於烏克蘭當然是一個壓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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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